一直晾在那个后屏上 说说 谁是你们目前最怀疑的人 来 景瑜 小童 我自己 我快没辙了 我快死了 景瑜 我觉得 小童跟小松啊 他还是没跑了 他俩为什么这次 都没有表现出任何的 这个卧底的迹象 因为大家没有给他机会 在后面的时候 不敢猜错 后来拉到前面去了 根本敢猜错 对吧 好 腾哥怀疑谁 我觉得黄景瑜 跟这个小月月 如果他俩不是卧底的话 那就太欠揍了 那就太欠揍了 这俩大脚运的 很可恨 但我仍然还是觉得 他俩有嫌疑 我都答成了 那么认真给你答 你还怀疑我 我还提醒别人 对 你俩这轮 你这轮藏得不好 你这轮藏得挺好 我真有点倾向于 景瑜就在那搅和呢 不是 我现在倾向你有点倾向你是好人了 我早就看出咱俩是同伙了 我跟你说 一定要跟着我 我肯定是一个好人 花花怀疑那三个人 第一个是杨迪 因为他和刘姐 他们两个其实经常玩这个游戏 然后我觉得以杨迪的这个 经常玩这个游戏的智商 而且包括他参加我们王牌这么多次 他展现出来的智商 至少杀一哥他是一定百分之百能认出来的 你有点高骨头 你刚认出来了 对 你看这个时候我在说话的时候 就看谁在帮杨迪说话了 然后我听到两个声音在帮杨迪说话 一个是刘姐 一个是大家都没有猜的紫衣姐 然后紫衣姐非常奇怪 就是紫衣姐是认错了两次汪峰老师 第一次是变形的汪峰老师 第二次很奇怪的点在于 那样年轻的汪峰老师 我认为紫衣姐肯定能认出来 但是她一直在旁边 这个我好像也没有猜出来 我真没有看出来 我真没看出来 她是谁 我就在观察的时候 发现只要是杨迪和刘姐 出问题的时候 紫衣姐总是和我们所有人唱反调 一直在帮他们俩说话 哇 花华真的 再次认识了你 好笑人 这一轮过敌 他们将获得一个老鬼的消息 这是什么呀 北湖七霞灌草形 腾龙剑影日照下 窗前幼童少虚言 黄梁金玉月长歌 北湖七霞灌草形是谁呀 北湖 花花吗 湖北 湖北 龙藤藤 神藤 神藤 小童 黄梁 黄梁金玉 等于说就四个人里面 肯定没有月云鹏了 一会儿见机行事 不行 我先报匪 然后我们就瞎踩 腾哥 和小童还有花花 我已经获得了 老鬼的一条线索